当地时间7月5号清晨,巴塞罗那机场,一架俄罗斯UT航空波音767-300在即将接地时,与正在横穿跑道的阿根廷航空空客A340-300发生严重冲突,显样大祸。 从视频画面看,波音767飞行员发现正在跑道上穿行的空客时,用尽全力拉升才避免相撞惨剧。 复飞后的波音767盘旋一圈后安全着陆,阿根廷航空也顺利起飞。 有数据表明,在复飞之前,这架波音767已经下降到76.2米,整个惊险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了下来。 新浪新闻视频为您报道。